大家好,我是小强 中场前一秒杜兰特绝平两分 命中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中篮网再度被反超后杜兰特关键球不中 凯文杜兰特在G51战中一秒没有休息 48分中23中16 3分9中4 罚球16中13拿下49分17篮板 10主攻3抢断2盖帽 那场比赛在杜兰特的带领下篮网完成了超级逆转 不过在拿下天王山之后去到雄鹿主场 杜兰特出现了7次失误 莫杰出现了两次关键失误 让他32分11篮板三主攻的数据变得没有太大意义 这场抢7大战杜兰特一开场就展现了很强的侵略性 全场比赛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首截又是一分钟不歇 KD开场面对洛佩斯的防守 3分干拔命中 面对塔克后仰3分命中 首截7中4 3分2中 一拿下10分3篮板 2主攻1抢断 第二截杜兰特没有像G6那样休息 G6第二截开场是哈登独自带队 他第二截开场就命中了一个3分球 杜兰特的得分能力实在是太强 第二截也没有休息1秒7中4 3分3中2拿下10分2篮板 1主攻1盖帽 半场20加5 半场打完杜兰特已经创造记录 他连续12场季后赛拿下20加 超过了2006年的文斯 卡特成为篮网队史季后赛 20加最长记录的保持者 第三截熊路打出小高潮 又是杜兰特连拿7分破冰 熊路的3分开了后 又是依靠杜兰特的单打追分 单截5中3 3分3中1 罚球6中6拿下13分 三截已经拿下33分7篮板4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前三截一分钟没休息 三截打完杜兰特又创造记录 他成为NBA历史第五位 在7场4胜至比赛中 至少拿下4场30加的球员 勒布朗6场 贝勒5场 博德与维斯特4场 莫杰杜兰特依旧没有休息 开场送出了两次助攻 杜兰特借党差掩护 面对大落又甘拔命中 杜兰特又制造了塔克第五次犯规 随后熊路抢断后 盲中出错哈登助攻杜兰特 暴扣2加1 虽然又制造犯规两罚权重 拿下了第40分 霍勒迪两个三分篮网落后 杜兰特两次冲击 中场前7秒干拔命中 追到只差2分 中场前一秒杜兰特绝平2分 命中进入加时赛 杜兰特48分 已经是NBA历史抢期大战中最高分 加时赛中杜兰特防守下大落的上篮 他还是一分钟不休息 但是两个关键球杜兰特都没能命中 全场比赛53分中 36中17 3分10中4拿下 48分9篮板6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杜兰特又打满全场 但这一次他输了 而且出局了 杜兰特好气啊 哈登全场17中午 3分12中2应该背锅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